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学们好 我们这一节呢 要教大家呢 临摹吴昌社的一些花鸟了 吴昌社呢 基本上是花卉的 花 鸟的很少画的啊 那么它特别是画那个无花 无花呢都是大写语的 大别 那么它的梗子呢 就是像好像它写那个十五分一样的 它都是中缝的 所以它的画呢 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也要有一种像写那个经文的一种功夫在上面 那么这个经文呢 其实呢就是都是中缝的东西 所以呢 它画的 画里面呢 都有一些书画的一些 笔所在里面 所以我们要要领会它 大夏夜的胡花呢 我们呢 这支笔呢也要大的 那么在带麦水 在宝麦的壁上啊 栽上一顿牛麦啊 牛麦呢也要三分之一样子 那么 麦宝一亥呀 那么 你看啊 它呢 你看这这这笔 我拿好以后呢 下去这支笔要竖起来 这样啊 要竖起来划 好 那么再摘一下水 水 切包以后再摘一点麦 那么 那这样啊 这样啊 那么这里再补上一遍 留得住 那么就这支笔 那么就这支笔 再上一滴牛麦 风呢 你把它离一下 离好以后呢 再一滴牛麦啊 这量轻静一切一下啊 虎犹的筋嘛 把它勾出来 这样一边啊 好 那么就这支笔啊 虎犹好了以后呢 它这个虎犹的改制呢 你这个风要里正 不要理睁以后 你从这里像那个石工文一样的 那么它的花呢 也是这支笔 也是中峰 好了以后,这个杆子稍微在上一滴满 这样梳起来 这里过来 好,你看,它是刚中有柔,很有力的 那么趁它湿的时候,用一支小便 在这个边上的,杆子上的刺,底上,缩缩缩缩的 底上,缩缩缩缩的 那么下面也底下 好,好了以后呢,在它的花地这个地方也要 你酷一点点 好,那么,再披上那个螺液 它这个螺液呢,变得要干一点 拿手挤它一点 比较干的,我们在地面,应该是胶缩 那么,也是像写字一样的,你看,从这个地方写上去 那么,这样 比较酷呢,你用回收度带的,方卖的 好,这样再放松一遍 这里摄,这里枯,有节奏 那么,这样好了以后呢 就用那支大便 大便呢,我们提上几个字 这个呢,它是这样的 它是抽 在 百 五 花 花 上 这样啊 再提上字 好,我们整体看一下啊 好,这里呢,我们 该来,我们加上 五花的性质啊 五花性质呢 是 是 扎实 加一地藤黄 好啊 好 看一下 好,这副毁成了啊 好,我们再来画一幅 好,同学们 这一幅呢,是胡商社画的绝花 他画绝花呢,挺有味道 特别是,它的叶子 绒带,相当痴育 肥啊,那么 它的花呢,也画得非常商贱 那个,一种 古破的一种样子 那么一种,我们平起来 它一种古花啊 作为古而原理的啊 一种食材 好,我们来画 西花呢,它的花 花呢,把它画出来 它是很快的 鼻头上呢,很保慢 它下边呢,挺快的 因为水分多了 你看,它这个用叶子 一定要收 收住 好,它好了以后呢 它在新枝的地方呢 用墨抵上一下 抵一下 抵一下以后呢 它马上把这个 花的颜色 它的藤黄很厚的 而且很色 看起来很滋润 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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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再用那个 珠标 在它的 心字部分 叠一下 慢慢的生化开来 一种古画 肥仪 生计 好,非常滋润 谁要多 让它生化开来 因为它本身是洗衣的了 用变的不规则的 让它生化开来 采生一种 非常 破烂 凌厉的一种 感觉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 画那个 画的叶子 画叶子呢 它是用大瓶 这只大瓶 水温要保密一点 那么,它水 水温的 一种节奏 浓袋的节奏 这样一笔一笔 水温多 它都是中风 好 它马上 用干的壁 摘上笼 画上杆子 这也是一种节奏了 这里湿了 这种杆子 一定要枯 但是枯了也要 沉住 不能浮 好 那么,再用一只小一点的笔 你要浇牛蛋 那么,这样 寸式 这种也是铺毛发 趁热的时候呢 把它夹起来 好 一定要浇牛 这个梦 我们来整体看一下 你看 它是非常隆重 淋沥 喷辣 那么 这上面呢 提上汁 好 胡桑士呢 胡桑士呢 他的画呢 我们就领悟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画一幅啊 跟胡桑士呢 同时代呢 那个时候呢 苏州一个姓华的 叫华银 他画鸡呢 画得非常赤色 你看再画布上这一幅 那个 他的鸡 他的鸡 是没有过的 那么他的身体呢 都是用容带的墨来画成的 很有精神 我小时候呢 在领悟的时候呢 就是 对他这个鸡很感兴趣 后来呢 我自己呢 也经常来这么画鸡 啊 我们去把这个鸡呢 画一下啊 我们的鸡呢 以 根据他这个方法呢 我们去画鸡的眼睛 眼睛呢 画好 画好以后呢 画他的嘴巴 那么我们就这一支标啊 画他的头部 这里啊 他的胸部呢 用带带的枯笔把它撑下来 水分要多 好 那么 他的臂上呢 我们稍微浓一点 枯一点的 这样啊 画下来 他的翅膀快要出现了 这里 好 那么 他的翅膀呢 我们也 在这里 踢上几遍啊 他的翅膀呢 他的翅膀呢 我们 也要用枯舌 想见的 笔头啊 画上啊 那么 他的体部呢 我们要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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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变沉着一点啊 这里啊 一画 另外一个蹄啊 在这里 好 他的胶呢 我们等会儿讲啊 那么我们把它尾巴 写出来 尾巴呢 这支笔呢 水分多一点啊 那么 闷呢 要沾上三分之一 浓一点的啊 好 我们呢 先把上面的一根 先画出来 中峰好了啊 好 那 这里呢 稍微的偏峰也可以啊 这样 好 那么 在他的 这个地方呢 我们再加上一边 好 鸡的尾巴出来了啊 那么我们 要加他的体呢啊 体呢 它是母过法的 母过法呢 我们 就从 这里开始啊 上面小一点 上面 下面大一点 这样啊 那么 这里 浓一点 好 那么 后面的体 好 好 好 我们呢 要画鸡冠了啊 鸡冠呢 用 鸡标啊 鸡标呢 要保密一点 要多一点啊 那么 鸡标的 别头上呢 我们去蘸一点 屎红啊 或者胭脂 浓一点的 红啊 那么 现在上米加 这样加 上米加好以后呢 再 下米 再大的 再大的 眼部了啊 周围也要加一点 好 啊 这里呢 我们可以再拎起一点 可以了啊 那么我们加上嘴巴啊 嘴巴呢 用黄色 用藤黄好了 藤黄的 好 好 浇好以后呢 我们用 十六 或者是三六啊 在那个 鸡的眼睛后面 呃 代表它的耳朵 点上一滴六 啊 这个滴六呢 好像是它的耳朵啊 那么起到一些 补射作用啊 因为鸡怪是红的 这里是六的啊 非常好看 那么在这个 嘴巴啊 跟耳朵啊 这个中间有一滴白呢 我们用什么呢 我们用花青 带来的花青 带来的花青呢 混在这个地方 啊 这样呢 红 黄 蓝 三种颜色啊 非常丰富 好 那么这个鸡化好以后呢 我们再补上啊 笔上的啊 它是一只 鸡柜花啊 鸡柜花呢 还没有 鸡柜还没出来啊 那么它的一只啊 用六的啊 我们用大笔来画 也是花青啊 藤黄 我们呢 西用那个 花车 它的杆子呢 我们呢 西用那个 花车 不标啊 后面了 花了些多叶 灰了 参透这个鸡的 形态 在下面还有一张一只 好 我们钩杀 金 钩针呢 它是用 胭脂 钩的时候呢 壁一定要干 壁干呢 才能有味道 因为下面的月啊 水分很多 一定要钩枯的线条 啊 这样呢 方来有味道啊 那么 我们在下面呢 这下面画的草 草呢 也可以用小臂来画 小臂呢 我们用扎实 带一点的 可以啊 水分可以多 那枯了以后呢 马上用 试别 来扔一下 啊 因为上面一直是溜的啊 那么这个草呢 一种枯枉色的 啊 一定要枯色 相见 你这个尾巴的地方啊 要留开啊 不要跟它相冲啊 这样呢 整个构头来讲呢 这一步这样去啊 这样也呢 好 马上把这个 这个鱼起到一个呼应作用 啊 下面呢 你尽量摄一点 因为 这个毕了是枯的啊 你用摄的呢 水分多一点 皮层一下啊 好 这幅剂呢 基本上 可以了 同学们 这幅剂呢 我们就画到这里解锁了 下一节呢 我们从再继续呢 画鸡 鸡呢 以太连呢 画鸡的人很多 画的好的呢 实在是不多 那么我 对这个画鸡呢 非常感兴趣 啊 所以在我多年的绘画生涯中呢 我输出了一套 画鸡的墓设 这套墓设呢 有小鸡 母鸡 公鸡都有啊 那么下一节呢 我就愿意呢 介绍给大家 好 再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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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